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说你一定得来 我说那这样 我给你们唱首歌 我用尽一生一世来将你供养 他们说行 你别来了 我呢是真的不敢去 因为我觉得呀 我没有底子 唱歌也不行 跳舞也不行 这样怎么可能能赢呢 后来发现 能赢了 我在 当然这些啊 都不是我真正不去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啊 我觉得 就大家看那个节目呀 都是想看姐姐们互相薅头发 然后呢 我就想到我这个情况 我想我这个发际线 也坚持不了几期吧 所以你看人家雨淇啊 现在人越来越火 身材越来越好 就是脑门好像有点越来越亮哈 没使劲哈 没使劲哈 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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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没好 反正咱们正片里没看见 所以啊 其实演艺圈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 我们就是简单的勾心斗角 没有啦 不是 那我们都是好朋友 就是一份简单的工作 大家各干各的 有些人呢 想挑事 就说 你看 迪丽热巴那么火 你担不担心 我说这有什么好担心的呀 她是我们家的艺人 她好 公司更好 这个问题呢 就相当于你问李淡 你说王勉现在这么火 你担不担心比自己火 她担心吗 她担心 刚才在后台我碰见李淡了 我说最近忙啥呢 她说 哎呀 姐 别提了 学吉他呢 真的 大家平时都是好朋友 平时呢 也会互相问候 互相关心 这不疫情吗 我的工作也停了 我就赶紧打电话 给我娱乐圈的好朋友们 我说 最近忙啥呢 哦 你也没什么事啊 那我就放心了 我这个人呢 就是喜欢接耿怼人 开心了 连自己都怼 很多人都说我是去游高手 主要是因为呢 我去游的那几位呢 跟我关系也都非常好 我说什么 人家都不会真的生气 你看不熟的人呢 我就不敢说 比如我就不敢说 王勉 你就是讲的不够 吉他来凑 我也不敢说 朱一旦 你不是真的有钱 我更不敢说 毛不易 毛不易我有什么不敢说的 嗯 那咱们就说说毛不易吧 我呢 是明日之子第一季的导师 我呢 是明日之子第一季的导师 毛不易是那一季的冠军 是最厉害的 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明日之子已经办了四季了 结果毛不易还是最厉害的 毛不易 你可真是厉害呀 你看 我什么都敢说吧 邓丽姐 年底压力大 加油啊 今年火的呢 还有脱口秀大会 脱口秀演员 李雪芹 喜欢 太聪明了 别人在攻击男性 只有他在消费男性 开始是吴亦凡 现在是王建国 太惨了 消费水平直线下降 你看我们杨丽在这方面就有点吃亏了 我觉得大家误会了 他攻击男性的初衷 你们想想啊 小时候那些男孩子 为什么喜欢揪女孩的辫子呢 是因为喜欢呀 所以啊 杨丽也是因为喜欢才攻击男生的 只不过我觉得策略有点不对 有点幼稚 估计在场的人力 他只能吸引到中美美 先来救救我 我觉得现在男女对立的情绪太强了 男女平等就好 有时候你会觉得没有必要去硬碰硬 咱们有事 好好沟通 有时候呢 也可以用一用自己的性别优势 哭一哭也没啥 所以男孩子们 哭一哭没啥 我们会让着你们的 你想象一下 哪天王建国要是真哭了 你是不是想满足他的所有的要求呀 行行行 今年让你当冠军 其实2020是我哭的最多的一年 因为家里的一些事情 还有疫情 其实我挺爱哭的 我是一个哭点非常奇怪的人 我看愤怒的小鸟会哭 我看无敌破坏网也会哭 看小时代也哭 当然 看小时代哭很正常 李承儒老师看小时代也哭 其实呢 除了难过以外 更多的时候我是觉得感动 大家很燃 很热血 原来大家可以这么团结 2020就像一场很艰难的游戏 有人负责冲锋陷阵 有人负责辅助补血 有人只是默默无闻的小兵 但是最终我们都会取得胜利的 稳住 我们能赢 谢谢大家 我是杨幂